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内外夹击玉石区坟 在未谈到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跌了767点 收报26,151点 成交接近1,000亿的 有994亿 今天港股都可以说是跌到一扣一扣的了 内外夹击 内就有本地事件 外就有中美贸易战 夹击之下港股就一直不停跌 列口低开之后 初头开始大概跌400点 开报26,086 然后就一路再向下跌 最多的时候跌超过88点 去低见 所谓低见最低是26,086 开市的时候是26,480 接着就差不多跌多了近400点 好在美市的时候跌幅就稍微收窄一些 全日就下跌767点 一开始其实已经是跌穿了 5月6月4号 这个前浪底 这个是26671 跌穿了 接着收回旗下 今天中线都是转红灯的了 这条呢 中期上升轨失手了 很明显今天转了红灯 虽然短线来看 技术上高是有些超买的 14 RSI 跌到21.8 不排除呢 有少少反弹 但是 这个都是短线反弹的 中期的形势转了淡的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今天敢跌 即是内外夹击内部 今天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出来说 社会事件已经影响了本港经济了 第二季的经济呢 按年就增长0.6% 但是按季就是负0.3% 如果第三季经济都向下的话呢 按季如果是负增长的话呢 就可能连续两季出现负增长 这个呢 就会是一个技术性的衰退的了 事实上现在呢 今天很多本地的股呢 都跌的了 跌到飞起的 今天呢 领跌的呢 就是新鸿基啦 大家看这幅图啦 新地呢 今天跌成5.2% 5.2%呢 跌到下去114.5% 其实如果这里看呢 如果这是一条斜线呢 就是头肩顶形态 那么有机会进一步下跌的 长实是第二大跌幅股 都是跌超过5%的 收报53.3% 长实集团呢 又是啦 如果你画一条斜线呢 就是也都像一个头肩顶形态 那你见得到这几天呢 领跌的股份呢 都是本地股来的 今天第三大跌幅大的股份是九仓置业 1997 跌4.4% 接着第四大跌幅股份是腾讯 腾讯前几天不是很肯跌的 今天才追回跌 今天跌4.3% 收340元 那所以呢 整体来看呢 本地股就很伤的 跌得很伤的 现在呢 本地就因为本地的因素 是有机会经济衰退 社会事件造成有机会经济衰退 本地股呢 没办法的啦 就是现在呢 除非这些事件平息到呢 否则的话呢 都要向下落的 好了 那另外外围因素呢 就触发到呢 整体整个环球那个避险情绪上升的 就是说中美贸易战 日韩贸易战 这些东西 那怎么上升呢 就是避免去债那里 十年期美国债息呢 上个礼拜五呢 已经是收在1.85多里了 1.854左右 今天再大跌啊 大概这个10点子呢 其实就是0.1里了 跌了 去到1.75400里 你当它1.755里啦 其实都挺厉害的 因为债息呢 很少可呢 是这样移动的 这些就是 连续几天这样下来呢 就真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呢 第一 星期四呢 就是 联储局减息 但是他就说不是减息周期 他怎么可能不是减息周期呢 债息不断落 哎 倒挂到飞起 就是其实他真是猪队友 第二 特朗普突然间呢 就偷袭啊 这个就是恐袭来的 就说又要加关税 搞到呢 两件事 砰砰砰砰 再加上呢 日韩呢 本身又在贸易战了 世界真是不平静了 那 于是 再加上呢 啊 英國又说要顏脱欧 种种种种的原因呢 那些钱就留在债息那里 债息就一直下来 即是大家避险了 避险 那中美贸易战上 那避险呢 就是 搞到人民币 今天呢 就急跌了 美元兌人民幣向上 即是人民幣弱 現在衝上去7.033 其實上個星期五已經有突破 今天再上 這個形勢是不是已經 人民幣是不是已經跌了呢 恐怕都未必住 不要那麼快樂觀 人民幣可能會進一步下跌 因為今天官方雖然有些人幣 又這樣又這樣 但沒有很強硬說 要按住人民幣 不讓它跌 事實上 因為它那個人民幣中間價 是官方定的 都是跌穿了7的 所以有機會會進一步下跌 人民幣一跌 那內地股市 都是應升下跌 因為人民幣資產 即是吸引力又弱了 有很多持有美元債的公司 今天都是負債會多了 好了 好像上證指數一樣 今天收市是221.5 之前這個前浪底 即是6月6日這個前浪底 是222.2 跌穿了少許 跌穿了少許 收在旗下 技術上是有機會轉淡的 我講有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還未回補上升裂口 上升裂口是在 裂口底在204 即是說 其實它有機會可能跌到2800邊 都未頂的 那都不是說 一定是立刻插著 但是有機會轉淡 有機會轉淡 所以今天內地股市 短線應該先發出紅燈 就未是中線 還要看這個204 不只是看一個指數 你要看 譬如深淨成文股指數 深淨成文股指數 之前是回補了裂口 然後上去 今天它未下降 未確認 上證指數是轉弱 所以這個只是說 是短線轉淡的 不要說 好像港股那樣 中線 馬上完全轉淡了 它都還有少許新機 看看它國家隊 還頂不頂 但是從人民幣的角度 就似乎不頂了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所以 如果真是跌穿2800關的話 我講上證指數 真是中線轉淡的話 大家都是要減遲 因為到時 可能會跌得很深的 今天先講了這件事 如果跌穿2800 上證指數 有機會跌得很深的 大家要注意 因為頂了很久 即是它不頂了 也等於對人民幣這件事 它本來守住7很久 一直都不想跌穿7的 今天不守了 不守的話 即是說 我準備和你大幅貶值 打一場貿易戰的話 貶值是一個自救的方法 貨幣貶值是自救的方法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好 回去看 你看 國企指數今天 都是跌穿了下來 也不是除去試試 今年年初 9100區這些低位 注意 它那個超賣的情況 沒有恆指那麼厲害 14RSI今天是25.7 都是超賣的了 但沒有恆指那麼厲害 恆指是21.8 超賣的很嚴重 所以短期有機會反彈一下 也不奇怪 但是中線仍然走勢是弱的 如果是弱 中線會怎樣呢 如果國指是說回到大概今年年初的低位 恆指即是回到大概2萬5關 甚至乎24500區 這個可能是有機會中線會回落的 大家在幕前要做好這個風險管理 提高這個憂患意識 在短期來說 內外夾擊 找不到出路的情況下 玉石區份 大部分股份都下跌了 暫時就不太建議大家買股 大家都是小心為上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